上次去了清华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要不就那儿玩 这样咱俩还能当校友 不晓 我可是高考满分的男人 那你要这么说 我还是被一百所高校保送的人呢 所以说咱俩不能这么轻易做决定 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高校去看一看 那一定是北大吧 我可是让人终目不透的男人 跟我走吧 走 我们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站 即将前往前程四锦站 今天我跟他委屈一下坐高铁 平时我都是坐宇宙飞船的 我们可以了 我们坐的是一等座还是无价的呢 今天沐上刷了他的老脸 请来了本次列车的乘务长小姐姐 欢迎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毕业生CPU同学 然后今天由我带领大家去北京食堂逛吃逛吃 看见没 第一站就是食堂 嗯 了解我们 哈哈哈 饿了饿了 嗯 远吗 不远 五分钟 呃 人大有点小吧 慢慢走就可以了 走了走了 哈哈哈 走了 这好像饭店啊 这是特色的 还有那个龙虾盖饭 那我要吃龙虾盖饭 麻辣的很辣吗 这带的麻辣带的辣 哈哈哈 然后它那个整个程度呢是比较偏偏的辣 我们还没有找到位置就已经叫我们号了 叫号的系统特别像运动会运动员 集集集号在集集跑道那样的 好香的 这个小龙虾还比较实在的 一个两个 你熟到天荒子了啊 15 16 有21个小龙虾 要再加上鸡蛋和米饭的话 就是平均一块钱一只小龙虾 北区的话比较容易亏青菜 网红番茄饭 两块钱一份 两块钱 两块钱 再次刷新了大学食堂消费的最低记录 哈哈哈 它的口味确实还真的还不错 汤汁味道比较重一点 然后你裹上米饭吃就特别下饭 肉稍微小一点 但是味道很足 我也想吃米饭了 接着我没有吃过这个 很难的 好好吃啊 我们带着人大的学姐来吃一下 人大食堂的麻辣小龙虾盖饭 这是你在人大吃的第一次麻辣小龙虾盖饭 是的 很难得 麻烦在这边点一下 这也是你们的特色吧 就没有见到 就是准备麦克风 感觉那是DJ的牌子一样 很潮很潮 很北区 新上的主人要探 主人是网红 主人是网红 对对对 也没有很多很近的前条件 哇那不都比他多 对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吃饱了 接下来去哪呢 现在差不多六七点 我可以去看看日落 两张油表 来 哦 六点多了 日落时间到了 对对对 走吧 天台 哇 哇 阳台 视角还是可以的 确实能看到不少 那边是东方明珠 那边是万里长城 在这谈个恋爱呀 天台阳台爱情 刚刚我看到外面有在谈恋爱的 我也看见了 就被我们打了 好开心啊 对对 对对 那我们一种就暗黄色是我的 北大也是红吧 我记得是 因为北大不是产的一个口红 叫一和园一号吗 嗯 从他们的红色红一点来 我们的更深沉内敛一点 耶 耶 耶 我喜欢听这种话 终于听到这句话了 最喜欢你们公开第四隔壁邻居学校 很好很好 学姐说之前是可以在这边看到日落的 因为这边冲着正西 对吧 是的 今天的日落好美啊 好美啊 哇真的好壮观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日落 我从来没有在这么空旷的地方看到日落 哇 好漂亮 有一种开阔的感觉 真好香 差几次了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怎么了 星期五它那个在东门会有一个英语角 然后人还挺多的 后面的话我们等天黑了 可以去民法台阶坐一坐 这啥天黑了 不天黑可以看到对方的脸就没意思嘛 哦 是一个甜蜜浪漫的地方 对对对对 可以了吧 走了 英语是Connor 对吧 四五十岁的大叔也有年轻的学生 他们都在那儿 全是我一过去听就能听出来是英语交流 都是在用英语交流 这个氛围真的很好 Let's go to join in there OK Let's try try It's very dry How about today's weather Can you换一个 question No I just can't leave Are you married or a single I'm a single I'm a single 你为什么好来这边学英语 就是因为我以后要出国工作 然后我感觉英文很差 然后慕名而来 这位是您的uncle uncle 但您的英语很好 No thank you I can only speak a little English No it's very good She only would like to talk with the beautiful lady OK 这句话听懂了 这句话听懂了 Please OK 看我说的蛮头大 太热情了 大家学习氛围真的好高涨啊 嗯 你说呢 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觉得哇 虽然还有这种地方 在临毕业前 真的来自传说中的 历史悠久的英语讲 没有人会笑话你 对这是最关键的 对没有人笑话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对都没关系 你看我说的夹杂的我这种家乡口音啊 Yes I can't 哈哈哈 对不对 就大家都没有人笑 OK let's go to shopping 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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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ping No shopping Let's go to ming 明发 明发台阶 台阶 明发达 看他就不会笑话我 你看你看他一点都不笑 牙都快刺出来了 收啥呀明发 好有趣 走来走来 这就是人大最著名的免法台阶 基本上每个毕业生都得来 就要喝罐酒 然后吃个西瓜再哭一场 才能算真正的毕业 毕业前的三步 对对对 毕业三步几 最多爱在这个台阶呢 因为这个台阶够大 能做更多的人 每个学校应该都有一个 学生聚集的小地方 我发现就是 这学校里面好像 并没有一个 特别准确的理由说 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样 或为什么这么做 只不过是因为 历史上的一些传统 毕业吧 它不是说你告别了一个地方 或者怎么说 它其实是告别了你的一段时光 就是我再回不去我的大学四年了 然后我大学四年 遇到那些人 可能以后也再遇不到我 这一段时间 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快乐 自由 成长最大的一段时间 哇 Cheers Cheers 敬青春 敬岁月 敬大学生活 敬屏幕前的快乐悲战们 哇 干杯 敬大女生 友谊 一定要新角落 Значит lui otics 不是很大 但是很舒服 很方便 你在里面遇到的人也很棒 遇到的老师都很棒 就是它可以给你提供足够的品牌 让你是现实更好的世界 所以来人大吧 欢迎大家报考人大 人民大学 欢迎你 拜拜